任达华 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 令人最难忘的 莫过于他出演的反派角色 真的让观众看得心里直骂 惊天大贼王 张子豪 巫鼠机密档案 乘风等等 凡是 荧幕上那些个性鲜明的反派角色 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也证明 野人达华精湛的演技 然而这样在电视里的 大奸大恶之人 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好儿子 好丈夫 好父亲 出道至今更是没有绯闻 让人不禁点赞 实属是很难得 可算是娱乐圈的楷模 和妻子结婚 21多年一直都恩爱如初 出席活动也 不忘带着爱妻爷死狂撒狗粮 华氏搂腰太虐心了 看着长得那么惊艳的女人 很多人奇怪 她的妻子是什么来头 人达华藏格是真的够深的 妻子琪琪市是香港名模 两人早在1997年就结婚了 2004年生了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 取名任情家 今年她们的女儿也快上初中啦 婚后的琪琪和人达华为了工作分隔两地 很少见面 但是这并不影响她们的感情 她们对彼此都很信任 而任达华的表现也让琪琪很欣慰 网友们也为这样的好男人点赞 为了事业 任达华一直拍戏 难免会与很多女星有合作 期间也有很多致命的诱惑 但是任达华拍戏很敬业 很多女星表示期待下次的合作 就连韩国全民 女神全智贤都与任达华成为了好朋友 有空的时候就会约一块去爬山 全智贤结婚的嘉宾不多 可任达华却是其中一位 可见两人的关系有多好了 香港天后陈慧琳也曾与任达华合作过几次 两人在电影中就是情侣 地外 两人的关系也是特别暧昧 不过如今两人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曾经的那些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 如今都已成了回忆 各自安好就是最好的结局 对于这些好感 任达华都是指于朋友 这样的人达华真的值得大家点赞 从曝光的照片来看 其实也可以知道 琪琪是个有气质的女人 而且外在条件也 很出众 也难怪任达华不为全智贤和陈慧琳等女神所动 原来是家有娇妻 据悉 琪琪不但天生丽质 而且性格乐观 还喜欢运动 看起来也是活泼开朗 傲人的曲线更让人羡慕 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在家长包来喝 从百度找的法子 看他身姿曼妙的 羡慕的我试了数周 发现小肚子消失了 任达华难怪独宠他一人 不得不说 琪琪能嫁到这样一个好丈夫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而且丈夫在忙 也没有忘记陪着一家人外出游玩 看到一家幸福的笑容 真的是羡煞旁人 不管怎样 祝福任达华和琪琪一家人 可以一直幸福下 去 也期待老戏古任达华 继续给我们大家带来经典 by bwd6 by bwd6